2022年比亚迪卖了超过180万辆车 但是网友们说你辅助驾驶不行 好吧 激光雷达来了 2023年呢 腾市第九已超过40万的均价 月销马上要突破1万辆了 但是网友们又说你没有空气悬架 这不 空气悬架也来了 所以这台按网友们的要求来造的腾市N7 你来看看它能不能打 腾市N7外观的精髓肯定在这个侧面 据说医师说他们对这个车顶线条 进行了无数次的微调 最终呢 才确定了最后的方案 那官方把这台车叫做猎跑SUV 我们按字面意思来理解 它是把猎装车的优雅 跑车的运动融合在了这样SUV的车人形态上面 N7上的每一处线条都有它设计上的意义 我们从下往上来看 首先是车门下部的这个内凹的处理 它可以让整个车身显得更低 更有运动的姿态 同时在它车门上有两条腰线 前面这一条是前低后高 所以有一种俯冲的姿态 并且它在前部这里 是融合了一个后向的 俗驾驶的视觉传感器 所以这是一个既保留了功能性 又提供了设计美感的一个造型 然后是后部的这条凸起非常明显的腰线 它会有一种肩线的效果 从侧后方看 这台车会非常的有力量感 窗框上的这根长条杜格条 也是必不可少的 因为它勾勒出了车顶溜背的姿态 我们的目光很容易被它所吸引 但实际上这台车 车顶下压的幅度 要比这根杜格条来得更加的平缓 所以这是一个很有趣的设计 它通过一种视觉差 让这台车保持了一个运动的姿态 同时也为后排乘客腾出了头部的空间 腾10N7的外观尺寸 我们打在屏幕上 这次特别提到一个参数叫宽高比 顾名思义就是它车身的宽度和高度的比值 这个比值越大 整个车的造型会显得更低趴更运动 阿苏的马丁的DBX宽高比是1.18 而这台腾10N7做到了1.2 其实同级别还有一个更极致的存在 阿维特11它做到了1.23 但做到那样的程度 就会牺牲车内的空间了 那台车我们也体验过 它的车内基本上和轿车没有什么区别 而在腾10N7这里 因为使用了比亚迪的CTB的技术 它可以把电池包做得更薄 这样理论上来说 就有更多的垂直高度来留给成员舱 不过今天我们没有办法进到车内 带大家来体验 这个悬念只能等到下一次再揭晓了 车尾是这种圆润 而且非常饱满的风格 尾灯组从之前第九的箭头朝内 变成了箭头朝外 这样的话会让整个车尾显得更加的宽阔 这样一长条的高位刹车灯 并且它的后扰流板 用了一个镂空的设计 气流可以从车顶很平滑的经过后风挡 再离开车身表面 这样的话后雨刷就没有存在的必要了 整个的车尾会看上去更加的简洁 单凭这个日行灯的设计 这台腾10N7就有着很高的可识别性 那好看与否留给大家去评判 但至少它做到了与众不同 而在前仓盖的位置 这台车设置了几条这样的棱线 也是这台车运动化的一种表达 双激光雷达放在车头两侧 那基于设计方面的考量 也确实很难想象这么漂亮的一台LUBE SUV 把古包的激光雷达放在车顶 会是什么样的一种效果 而这台车的福驾驶 也会提供高低两种不同的方案 入门版使用地平线的J5芯片 搭配整车的环绕视觉 可以实现高速上面的主动巡航 车头保持以及打灯电道 高配则是Oring X芯片 搭配双激光雷达 它最终可以实现高速领航辅助 和城市领航辅助 那据说比亚迪的软件团队 已经有了超过3000人的规模 希望他们能够迎头赶上吧 今天是腾10N7的一次外观的展示 我们在这个非常漂亮的影棚里面 来看一看它的外观的姿态 欣赏一下它的一些光影的细节 那据说这台车会在今年6月份正式上市 大家可以关注一波我们的频道 后续的动态体验 我们第一时间为大家送上